正为没钱买房泛男却意外发现了丈夫的大额存折 足足有一百二十多万 身为中学老师丈夫哪来那么多存款 这份存折还就是他的 可这钱不是他存进 到底是谁存了一百多万给丈夫的户头 他们拿这笔钱买房会合适吗 前女友存来百万巨款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2年5月的一天 中学老师魏东刚刚下课 就接到了妻子的电话 妻子力声力气地对他说 魏东你不要问为什么赶紧回家 说完就挂了电话 由于妻子怀有身孕 魏东呢也就没敢多问 匆匆忙忙赶回了家 回到家之后 魏东才知道 妻子之所以大动肝火 是因为发现了他的私房钱 而且数目还不小 足足有一百二十多万元 妻子质问魏东 你想干什么 孩子都要出生了 买房子我们四处借钱 你居然背着我存了这么一大笔私房钱 面对妻子的斥责 魏东是一脸的无辜 什么私房钱 我的银行卡 工资卡不都在你手里吗 我怎么不知道啊 你这是从哪找到的 原来那天中午 妻子收拾家的时候 在一本旧相册里 发现了这本存折 户主是魏东 存款一共有三万元 是三年前存进去的 妻子发现了魏东的私房钱 当然很是生气 就拿着存折到银行进行了查询 当妻子看到现在存折上的 结余款数字时 妻子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 足足有一百二十多万元 并且除了那三万元 剩下的一百二十多万元 都是今年存进去的 要说魏东也只是个中学老师 妻子呢是银行职员 二人的家境都一般 结婚的时候连房子都买不起 一直租住在魏东单位的公寓里 虽说二人已经年近三十了 但是一直都在避孕 他们想等买了房子之后再要孩子 可没想到就在两个月前 妻子突然怀孕了 于是这买房子的事啊 又再一次提上了日程 现在房子是看好了 可这高额的买房款 却拦住了这段小夫妻 这一段时间 两口子四处借钱都没有借到 可偏偏在这个时候 妻子发现了魏东背着他 存了这么一大笔私房钱 面对圣怒之下的妻子 魏东一边辩解 一边拿着存折翻来覆去地看 当他看到结余款数字时 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说话都结巴了 一百二十多万 你这是从哪儿找出来的 魏东显然对这个存折 也是十分的意外 可一旁的妻子呢 却更加的气愤 魏东 你就装吧 你的存折 你会不知道 魏东拿着这本存折 翻过来调过去 看了好几遍 突然他脸上的表情 从纠结生气 转变成了神秘紧张 魏东压低了声音 对妻子说 这本存折还就是他的 可这钱不是他存进去 丈夫魏东的话 让妻子是越听越糊涂 既然存折是丈夫的 又怎么会有人往他的账户存钱呢 可此时丈夫神情严肃 也不像是在撒谎 难不成这笔钱的背后 还藏着什么秘密 原来 魏东和妻子结婚之前 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感情经历 他和苏倩倩 在大学时就是校园情侣 毕业之后 两个人都留在了本事工作 在魏东一次过生日时 苏倩倩送了魏东一个 别出心裁的礼物 一个银行账户 这个银行账户呢 有一本存折和一个银行卡 存折由魏东保管 银行卡由苏倩倩保管 而密码呢 就是两个人的生日 寓意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两个人把各自的收入 都存在了这个爱情账户里 打纳以后 魏东的工作更加努力了 业余时间还兼职做家教 他打算多挣一些钱 买房结婚 可十位宜人事事难料 就在魏东对他们的未来 充满激情的时候 却发现苏倩倩变心了 一天 加班晚归的魏东 刚回到公寓楼下 就看到苏倩倩 从一辆黑色轿车上走了下来 而且还和送他的那个男子吻别 看到这样的情景 魏东的头立刻就蒙了 直到这辆黑色轿车 从他身边呼啸而过 他再回过神来 看着女友独自上楼的身影 魏东心烦意乱 在楼下转悠了好半天才回家 回家之后呢 苏倩倩正在洗澡 魏东乘机找出苏倩倩的手机查看 发现苏倩倩和一个叫郑刚的男子 来往密切 关系暧昧 魏东拿着手机质问苏倩倩 这个郑刚是不是就是刚才和你在楼下 吻别的那个人呢 苏倩倩索性摊牌 咱们就分手吧 苏倩倩说 郑刚是一家汽车销售公司的老板 是他和朋友买汽车的时候认识的 现在郑刚正在追求他 为了和魏东顺利的分手 苏倩倩承诺 爱情账户里的所有钱都归魏东所有 这一来苏倩倩找到了依靠 钱对于他来说已经不是问题 二来苏倩倩已经不爱魏东了 可魏东还爱着他 这个爱情账户呢是因爱而生 这种情况下 爱情账户里的钱理所当然归魏东所有 苏倩倩把钱留给了魏东之后 并且劝慰魏东再找一个好姑娘重新开始 之后很快搬离了他们租住的小公寓 被女友苏倩倩抛弃后 魏东一直消沉 直到听说苏倩倩和新男友结婚了 魏东才开始努力忘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初恋 至于那本爱情账户里面有三万元钱 魏东把它藏了起来 再也没有触碰过 如今三万元的存款 为何里面的钱突然变成了一百二十多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听了魏东这些话 妻子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妻子显得有些兴奋了起来 妻子分析 如果是这样 这个钱应该是苏倩倩存进去的 而魏东呢 也认为这个钱是苏倩倩存进去的 可是苏倩倩为什么要给昔日的爱情账户里 存入这么大一笔钱 她也不得而知 这一晚上啊 妻子的话题都离不开这个存折 一会儿说 这个钱是苏倩倩的私房钱 因为怕丈夫发现 所以才存到了爱情账户里 一会儿又说 也许苏倩倩这个钱来路不正 所以存到了爱情账户里 魏东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你操这么多心干嘛呀 这又不是咱们的钱 赶紧收拾收拾睡觉吧 妻子先斩后奏 用这笔来历不明的钱付了买房首付 这就算咱们借租倩倩的钱 等我们有了钱以后 还给她 我就行了 房贷没办下来 干脆又用那笔钱付了全款 接下来 他们会相安无事吗 求求你魏东 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把这一百二十多万元 尽快还给我 前女友为什么要存那么多钱 到她的层下 两手空空的她 又怎么还钱呢 前女友存来百万巨款 正在播出 妻子提议 用爱情账户里的钱 支付买房的首付款 可魏东坚决不同意 魏东心想 如果用爱情账户里的钱 支付了首付款 那苏倩倩万一发现了 可怎么办 第二天 妻子又和魏东说 用爱情账户里的钱 支付首付款 魏东呢 还是不同意 可这个时候 小两口因为买房 四处借钱未过 魏东又不愿意 动用爱情账户里的钱 小两口因此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魏东下午 早早地就去上班 此时的魏东 哪有心思上班 他满脑子 都是爱情账户的事 自己原本 为没钱买房发愁 可现在得到的 这笔意外之财 却还是个烫手的山女 自己是扔也不得 用也不得 魏东决定马上回家 再与妻子 好好商量一下 不料妻子 却做了一件 让他难以接受的事情 妻子对魏东说 他已经用爱情账户里的钱 支付了购房的定金 并且如果在七日之内 不能凑足首付款三十万元的话 这个房子不但买不成 定金也退不回来 听了这话 魏东气得一屁股坐在沙发上 沉默不语 妻子看到魏东气成了这样 连忙放软了语气 去宽慰魏东 妻子说 咱们租住的公寓 本来就小 孩子出生之后呢 肯定要买房子 这就算咱们借苏倩倩的钱 当我们有了钱以后 还给他 不就行了吗 妻子还哭诉自己 这么多年来的委屈 还埋怨魏东是旧情难忘等等 到了最后 甚至威胁魏东 如果魏东不同意 用爱情账户里的钱买房 那么他就要打胎离婚等等 这个时候魏东能怎么办呢 妻子已经把生迷给他做成了熟饭 魏东被迫无奈 从爱情账户里取了钱 支付了购房的首付款 在交完首付款之后 魏东常常的梳了一口气 魏东心想 这下可不用再和这爱情账户纠结了 可没想到 一个月之后 开发商打来了电话 说魏东过去有不良的信用记录 他这房贷啊 办不下来 魏东如果想买房 只能一次性付清 剩余的四十万元房款 这可怎么办 首付款都是从爱情账户里支取 他上哪找这四十万元的房款 事已至此 魏东是别无选择 他一不做 二不休 又从爱情账户里取了四十万元 支付了买房款 所有的房款的付清之后 魏东在忐忑不安当中度过了十几天 发现苏倩倩没有任何动静 他这警惕的心才渐渐的平静了下来 之后 由于妻子在银行工作 有存款任务 妻子又软磨硬泡 说服了魏东 把剩余的钱转移到了 他所在的银行存了起来 抵顶了他的存款任务 那么这笔钱 到底是不是苏倩倩存进去的呢 苏倩倩为什么要存入 这么一大笔钱呢 这钱是苏倩倩的私房钱 还是苏倩倩良心发现给魏东的补偿呢 原来苏倩倩和丈夫郑刚结婚之后 苏倩倩过上了他想要的阔太太的生活 学财务出身的他 还在自家公司里担任财务总监 然而 结婚一年多之后 苏倩倩就发现丈夫 整日在外面花天酒地 还和某些女人关系爱美 苏倩倩十分生气 要求丈夫检点 可是丈夫呢 推说是生意场上的逢场作戏 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更加肆无忌惮 在此之后 苏倩倩早晚盯着丈夫 可这郑刚呢 也不是省油的灯 两个人的关系是越搞越僵 甚至苏倩倩把丈夫的办公室 砸了个稀巴烂 郑刚的父母得知此事 将二人狠狠地训斥一通 可话语中更多的是指责 苏倩倩没能给他们生个孙子 为了保全自己在家中的一席之地 苏倩倩去医院做了体检 她决定当年就把孩子要上 可是令苏倩倩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因为多次流产手术 导致不孕 而丈夫郑刚得知了这个消息后 对她更加不理不睬 经过这些事 苏倩倩已经看透了丈夫本质 她一方面安抚丈夫一家 自己将积极配合治疗 早日怀孕生子 另一方面 苏倩倩想方设法 扣留公司的货款据为己有 可是这些钱数额不菲 究竟该放到哪里保存呢 正当苏倩倩为难的时候 一桩往事浮上心头 苏倩倩想起了早年间 她和魏东开设的那个爱情账户 这个账户的名字是魏东 而且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把钱存到这儿 万一将来查了起来 怎么也不会查到她的头上啊 苏倩倩拿着银行卡 到银行进行了查询 她发现 自打她和魏东分手之后 魏东根本就没有使用过这个账户 那三万元钱还在 甚至连密码都没有改 苏倩倩想 把钱存到这个账户里是最安全的 打定了主意之后呢 苏倩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陆续从公司里转走了120多万元 存在了爱情账户里 直到2012年的8月份 苏倩倩再次到银行查询时 才发现所有的钱都不见了 那一刻苏倩倩差点晕倒 缓过时而来之后 苏倩倩的第一反应就是联系魏东 第二天 二人如约相见了 简单的寒暄几句之后 魏东自知这个事是躲不过去的 所以就主动问苏倩倩 是不是要问爱情账户里钱的事 苏倩倩听到魏东这话 用恳求的眼神看着魏东说 魏东 那可是我的全部家当啊 魏东坦诚地告诉苏倩倩 他动用爱情账户里钱的想法和经过 并且承诺会尽快筹钱还给他 可就在这个时候 魏东的妻子突然出现了在他们面前 还没等魏东开口 妻子指着苏倩倩说 你不是说爱情账户里的钱都归魏东所有了吗 不瞒你说这钱我们买房用了 你嫁了这么个有钱人还在乎这点钱吗 一旁的魏东听不下去了 连忙起身拉着妻子往门外走 临出门前还回头告诉苏倩倩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把钱还给你 苏倩倩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几天之后 他想找魏东夫妻二人好好谈一谈 虽然苏倩倩信得过魏东的为人 但是苏倩倩又想 现在的人都是见钱眼开 并且魏东的妻子摆明了想抵赖 这一天苏倩倩来到了魏东的家 没想到只有魏东一人在家 苏倩倩恳求魏东 我过去是伤害过你 我现在已经遭到了报应 我的家庭眼看就要没有了 求求你魏东看在过去的情分上 把这一百二十多万元尽快还给我吧 就在苏倩倩给魏东哭诉之时 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魏东起身开门 门刚刚打开 一个陌生男子就闯了进来 苏倩倩看到这个陌生男子时 惊得呆若目击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苏倩倩的丈夫 郑刚 为离婚后留条后路 苏倩倩竟然将公司公款 存到前男友的账户 苏倩倩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陆续从公司里转走了一百二十多万元存在了爱情账户 丈夫得知此事 苏倩倩被逼无奈将前男友告上法庭 只要你去举报魏东 我可以不追究你转移公司货款的事情 前男友有没有权利花掉自己存进他账户里的钱 他用这钱买来的房子还能保住吗 前女友存来百万巨款正在播出 原来郑刚早就发现了公司货款的异常 便暗中查了一下账目 他发现这几笔款都是苏倩倩经手的 于是暗中安排人对苏倩倩进行盯梢 郑刚认为就是魏东和苏倩倩联手倾吞了他公司的货款 所以扑上去抓住魏东的领口 让他到公安局说个清楚 看到了这个架势 苏倩倩哭着对郑刚说 一切因我而起 回家之后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郑刚带着苏倩倩回到家 狠狠地把苏倩倩摔到了地下 让苏倩倩如实交代 而这个时候 苏倩倩也不敢再做任何隐瞒 便把他和魏东的关系 以及他转移公司货款的想法和经过 如实地告诉了郑刚 郑刚听了以后气愤异常 他告诉苏倩倩 让他去举报魏东 并且给苏倩倩甩下狠话 献苏倩倩在半个月之内把货款追回 否则的话他到公安局连苏倩倩一起告 苏倩倩本意不想告魏东 他担心公安机关调查的过程当中 万一把他转移公司货款的事也查出来 这可怎么办 郑刚为了让苏倩倩顺利地去举报魏东 给苏倩倩做出了承诺 只要你去举报魏东 我可以不追究你转移公司货款的事情 毕竟你拿的是咱们自己家公司的钱 苏倩倩也想 如果郑刚不念夫妻情分 到公安局举报了他 他的下半辈子可针究完了 经过再三的思考 苏倩倩被迫选择举报魏东 公安机关找到魏东调查之后 告诉魏东 如果魏东拒不返还 这一百二十多万元 就会构成侵占罪 此时的魏东疑惑不解 他认为账户既然是自己的 那自己就是这个账户的合法拥有者 更何况苏倩倩往账户里存钱的时候 也根本没有告诉他 那自己的行为又怎么会构成侵占罪呢 侵占罪 我国对侵占罪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来看 魏东和苏倩倩分手时约定 二人共同积攒的那三万元钱 归魏东所有 魏东支取这笔钱是合法有效的 但是苏倩倩后来存入的那一百二十多万元 苏倩倩并没有赠予魏东的想法 尽管这个钱是苏倩倩自愿存入爱情账户的 那只是苏倩倩暂时保存在他们共有的爱情账户上 所以魏东对这一百二十万元钱没有合法的拥有权和支配权 所以魏东在挪用一百二十万元支付购房款之后 如果拒不返还就会构成侵占罪 并且公安机关告诉苏倩倩和郑刚 侵占罪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案件 通俗的说就是只有被害人提起诉讼 法院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 建议郑刚和苏倩倩到法院起诉魏东 苏倩倩尽管不愿意起诉魏东 但是还是被迫无奈在郑刚准备好的刑事自诉状上签了字 接到了刑事自诉状之后 魏东夫妻被迫无奈 只得将好不容易才买到的房子抵押了出去 而苏倩倩也不顾郑刚的反对 坚持撤了诉 不再追究魏东的刑事责任 苏倩倩的结果 可想而知 郑刚和他离婚了 苏倩倩什么都没有得到 魏东和苏倩倩的爱情账户 没有能够为他们储蓄爱情 反而给他们增加了痛苦的利息 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 往往能开出幸福之花 而以金钱为基础的婚姻 有的时候会变成害人的毒药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校长迷恋女大学生 却遭女生算计逼她离婚 你要是不离婚娶我 我就把这个曝光 担心名誉被毁 她竟以干爹身份将女生转嫁他人 我正想给她找个婆家呢 要不让他们先见见 真相败露 她竟被女生索要百万红包 这个红包缘何将她推上一条 不归路 向干爹要红包 下期播出